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嘉诚 十岁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跟着爸爸学打棒球 得过统领组华东区冠军 以及全场最具价值球员 爸爸在以前中学的时候也喜欢打棒球 然后的话到我那个六岁时候的话 我爸爸就想教我玩一下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非常好玩 就是在传接球的时候 就是内心里会有那种小小成就感之类的 然后帮你把球打远时候 然后得分时候也会很开心之类 去年年初 因疫情被困在家中的大小徐 萌生了做棒球科普短视频的念头 老徐原本就爱好摄影 就负责拍摄剪辑 小徐是校园小主持人 就负责出镜 很多人就是瞭望一下看一下 真的愿意去尝试的还是少 其实是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的话喜欢上棒球 认识棒球 大小徐的短视频在磕磕绊绊中开机了 演到一半的时候我过不去 自己也不想演 偶尔哭一出 我没有哭过 我只有吵过没有哭过 这个他转换角色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可能上一秒钟还是在哭鼻症 下一秒钟就马上端起来了 今天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棒球手套 第一期视频上线 小讲解员收到不少点赞 生活里大小徐既是父子 又是最佳损友 我要换衣服 不用换就这样子 不用换 就是一个 镜头里 父子之间的亲密与战斗 被真实在线 我这个败家老爸 就算我是投手 也没必要买四个手套吧 不对 切剩五个 还有一个是我投的 真是到买错了还不退 2020年 2020年 MLB新闪季 今天我要开打 你别笑 你说的2020年 2021年 你说的2020年 不想跟你说 赶快再 我不想跟你说 我也不想跟你说 我真不要 表面上老徐爱挑小徐的刺 私底下老徐早已是小徐的铁粉 他有时候如果自己发挥的好的话 我觉得那很欣慰的 他都会说这种话的 我没给他设计这个 就感觉偶尔身体都会过下电 这次这段视频啊 就是说了很多 感受 一颗球上是缝完 108个缝线 大约只能赚一块钱 感觉我儿子好像又大了一点 说不定以后 这样子的表现会更毒 为解释棒球球体构成 小徐还花了整整两个下午 亲手做出一颗棒球 一年来 大小徐陆续创作了600多个作品 内容涉及棒球装备 比赛规则 球队介绍等 专业知识 在萌瓦小徐的演绎下 变得轻松有趣 不少网友留言说 因为小徐爱上了棒球 棒球是一种很艰苦的运动 但是他们的视频里面 能够把这些 另外表现出一份欢乐的 我觉得这个 这方面还挺好的 以前最有好的一个同学 受薛压城影响 也抱着棒球 我就是我感觉还蛮兴奋的 就是有人想要 看了我这个视频 想要去写棒球 就我也希望 以后棒球可以跟 现在的篮球一样 火了 不久前 作为圈内最火的棒球博主 小徐成为MLB 美职棒大联盟新赛季 启动仪式嘉宾 现在 小徐以明确她的人生目标 做中国棒球第一解说 小徐说 明年要去杭州亚运会现场 为中国棒球队加油呐喊 也期待在赛事直播中说一句 这是来自徐嘉诚的现场解说 小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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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徐